這部分大家應該不會太陌生 而且其實這也沒什麼太 你可以猜得出來前十名 應該是前十名你們應該都認識吧 那前十名的訂閱分別 最多的 第一名就是這群人 應該知道這一個 團體吧 這個團體其實也蠻坎坷的 就是剛開始 可能連那個我記得他那個 主要的成員 有幾個剛開始甚至那個誰那個什麼 那個女生叫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陰的 陰生對 他曾經好像在百貨公司賣鞋子 還被認出來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其實 過得不是很好 而且 他老家在苗栗吧 然後他有拍個影片說 其實賺不了什麼錢 曾經想要放棄的 可是現在呢 就做起來了 所以後面有一些成員也都陸陸續加進來 哇他已經311萬 很厲害 另外的話 阿滴這個就不用講了 OK他好像還有一個妹妹叫什麼滴妹吧 OK 其實也是 頻道本來剛開始也是 沒有訂閱人數沒有非常多 不過現在好像也急起之追 好像已經 快破百萬了 我看 而且之前好像聽說也開了一個什麼 紅茶 那個奶茶 珍珠奶茶店 因為 YouTube 的關係 所以我看很多人都會排隊 OK 蔡阿嘎 蔡阿嘎很厲害 他除了說什麼 除了說他自己有頻道之外 他的小孩子有沒有 他兒子是不是叫什麼 蔡桃貴是不是 我本來不知道 他蔡桃貴已經也 訂閱人數也好像 幾十萬了吧 他 他一個女兒好像最近還出生也有弄一個頻道 兩個都兒子喔 OK 他 他有三個 這麼厲害 所以YouTube也蠻厲害的 真真 之前 連他的那個老婆 也有弄那個頻道 所以你會發現 光他們家裡 在YouTube上面的那個曝光度 其實就非常的高 OK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等於把所有的自己的生活都公開在這個 這個 這個網路上面 其他還有像什麼 阿神 重量級 這什麼 這兩個我比較陌生 Joeman我 這什麼 這 遊戲的吧 遊戲的吧 OK Omine 情侶 喔 重量級 OK 然後Joeman我就比較知道了 他好像前一陣子還買了一台什麼小牛是不是 一個超跑 然後好像在他 在他媽媽 他媽媽還一直罵他說你怎麼把錢花在這上面等等 諸如此類的 不過也蠻好笑的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木曜四超玩 那個應該大家也不陌生 小玉 小玉現在在白曜棒裡面 我想說他幾乎是已經 誇潛於季窮的感覺 好像所有的那個 能拍的素材好像都拍 之前好像甚至有一個影片是什麼 跑去買了一台二手車拿來砸拿來玩吧 OK 是不是此類的 反正 聖結石應該大概也不陌生 其實都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 OK 而且這些YouTuber其實也經營頻道 這個經營YouTube 有一段時間 OK 那 這個是比較早之前 2018年的 你會發現其實也沒什麼太大變化 哪些 哪些人不見了 其實你會發現 幾個 不在排行榜裡面 像古阿末 有沒有 古阿末之前被告了 可能他現在可能會比較 小心一點 就是他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OK 其他的什麼放火 魚肝 菜 什麼 菜炸 現在還有嗎 還有吧 就這些 其實這些也都是 只是說慢慢還是會有排排名的那個 上上下下 其他有一些 前面的部分應該就沒有太大的 變化 2020 OK 再來的話有關YouTube 他們是什麼賺錢的 其實基本上 當然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蠻多 比如說像現在甚至有會員機制 比如你可以建那個 哪一種等級的會員 然後你要收多少費用一個月 那其實我的頻道我也弄了啦 但我發現好像 會員真的要 願意掏錢出來的 我覺得好像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除非說你 有針對會員提供 很特殊的影片 只有會員看得到的話 我想可能才 比較有可能 會有人願意加入那個 這個這個會員 那其他有像廣告分論 到底呢YouTube能夠讓你賺多少錢 OK 他其實會有即時的一個 訊息讓你知道 那待會的話呢 我也會 分享一下 我的那個頻道經營 讓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能夠賺多少錢 到底能不能賺到錢 給各位評估一下 其實大概 我是覺得經營YouTube 對我來說只是業餘的 不過其實也蠻有趣的 OK 所以 再來的話 我們大概看一下 我分享一下 就是 那首先的話 因為 我的那個 相關設定 全部都在我自己的電腦上面 所以 順便教各位一個方式 如果你這樣要連線到自己的電腦上面的話 其實Google 也提供了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連線的方式 叫做 remote remote disc remote disc Google 然後 本來就要點 com 他點 com 斜線一個ss 我的習慣這樣 有的時候 其實常常打 打一個re 他就跳出來了 這個叫什麼 或者你們可以記什麼 叫遠端桌面 叫Chrome的遠端桌面 也就是你可以 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如果說你這一 像我現在這一台 我登錄我的Google帳號 那他會幫我把 只要是我的電腦 有加到遠端桌面的 全部都列出來 那我電腦這麼多台 OK 然後底下的話 如果你要設定這一台 比如說要被人家連線的話 這邊可能要安裝一下 這邊可能要下載 這個 然後把這個加到Chrome 以後的話 人家就可以連線 像我有一台電腦 我自己在用的這一台 現在是有在線上 如果要連結的話 我就直接點他 然後呢 再把那個我的PIN碼 直接打上去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而已 不能讓別人知道 如果你們假製知道 也可以連到我的電腦 那就麻煩了 那就可以 知道我的很多秘密 OK 連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連到我的電腦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的電腦 那裡面的話 我把它按F11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其實我總共會有幾個頻道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頻道這麼多個 這個可以切換的 有沒有 一個帳號喔 可以呢 有這麼多 1234 這個重複了 5 6 至少有6個頻道 目前比較常用就這兩個 訂閱人數 各位可以看到 一個是 一個是 33 一個是 7200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啦 這個是 大部分都放了 CLBPA相關的影片 我就把它傳上去 然後呢 如果是上我課的 這個 學生 學員 他們可以看到 完整的影片 但是 如果沒有 上我的課的 這個 學生的話呢 只能夠看到部分 就是說不是完整的 用這樣的方式 那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進到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所謂的 資訊主頁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它就是 資訊主頁裡面 就提供了 蠻多的相關訊息 比如說最新的 影片成效 哪一個影片 的成效 最好 你會發現 第一名是這個 剛好是 我們上課的影片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 我們上課影片 我把它貼 貼上來 那就講那個Google 時間軸的功能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可能比較曝光 你會發現最近都成長 觀看次數成長 曝光 的 成長 3.5% 那觀看時間 大概就是介於 大概長度 他一般人 最多最多就看 3分50一秒 那為什麼沒看完 可能就看一看 不想看就跳雷 OK 那再來的話 其實我 最常看的就是 目前我的 這個頻道 訂閱人數 7,221個 比過去 28天 增加了100多個 OK 7,000多 這個是 比較少的 然後 觀看次數的話 這邊會顯示出來 一個月 28天 就是4週 然後觀看時間 這邊會顯示出來 成長 38% 收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的頻道 大概訂閱人數 是這樣子 7,000多個 一個月 我可以賺多少錢 大概這個初估 就可以賺 23.92美金 如果現在以 假設1比30 來看的話 這個頻道一個月 我可以賺多少錢 乘以30 30 好了 顶多700塊 一個月 OK 你想說 這樣700塊一個月 好難賺 對 其實真的 有點難賺 所以 其實有的時候 經營頻道 不是說只是為了賺廣告費 其他 還會列出什麼 過去 48小時 哪些影片 是曝光率最高的 他會幫你列出來 所以你可以點擊 前往 數據分析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最近 28天 總共累積了 14000多次的觀看次數 然後大概時間等等的 然後跟你講說 哪些影片 觀看的次數最高 有沒有他會列出來 其實都叫VBA的 然後 還有哪一個 填寫問卷 這個不知道哪一個課程的 然後 等等的 這些 他會有一個 相關的總覽 然後還有所謂的 觸及率 觸及率 應該是 來源吧 這個 從哪邊來的 他會告訴你說 你會來看的影片 有 最大部分是 12.7% 是來自於YouTube搜尋 也是要搜尋到 才看到我的影片 另外的話 還有外部 這個外部可能 來自什麼 可能是來自部落格 等等的 或者是其他網站 然後建議 他建議這蠻多 播放清單 15% 所以我可以從這些資料裡面 可以知道說到底 外部他這邊有敘述 外部他這邊有敘述 外部是從這邊是 46.3% 12的話 是這個 SCU 這是東吳大學的網站 然後 匹克邦 這個才是我的 實際上 的 部落格 OK 他YouTube本身 所以他有一個 排名 再來的話 流量最高的 那個什麼 播放清單 有哪一些 看起來好像是東吳 因為我在東吳大學 有開一門遠距課程 就是直接讓他們在線上看影片 OK 然後 其他的話 什麼 參與度 觀眾 收益 OK 這個是 頻道一的 結果 其他 再來的話 我再分享一下 頻道二 這個頻道二的人數 就會比較多一些 切換 其實你會發現 他可以切換 這麼多個頻道 那我把它切過來 切到這個 這個是我的 主要的那個 就是我們Google搜尋到的那個 等於排在第1、第2、第3個那個 OK 如果你搜尋吳老師 他才排在第3個 那這個頻道經營的比較久了 我印象中 這個頻道是 有YouTube的時候 就有這個 這個頻道了 所以在2006年就開始有了 2006到現在已經 14年了 OK 所以這個頻道已經 維持了14年 那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他會也是一樣 幫我列出什麼 最新的影效 這個最多人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列出哪個影片 最多人看 最近 然後 發佈的影片 的成效如何 另外的話 他會為最新消息 然後給你一些靈感 並且跟你講說 有些影片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版權問題 他會列出來 然後另外的話會告訴我們最重要的 我這個頻道 目前訂閱人數是33,121人 然後過去28天增加了300多個 也就是說 每個月大概增加300多個 300多個 所以如果能夠 達到像那個剛剛看到那個YouTube排名這麼多人 就是超過 假設他超過10萬的話 那300多300多 要多久 一年 一年大概 365 大概就 多少 300 300 0 10萬 是不是可以 反正就是一個數字 一個月 一個月假設300 一年的話就乘以 12 300乘以12 那就是 3600 3600 那10年才3600 實在是 那還很遙遠 那 預估的收益 這個頻道就比較多一些些 這個頻道的獲益 大概就是 121 1.9 這個比較多 所以算下來的話 這1比30的話 就大概3600 OK 所以 這個就是獲益來源 3000多塊 一個月 那你說 少嗎 當然我覺得不如少補 所以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總共有這兩個頻道 那我就是利用遠端遙控 所以有兩個重點可以分享給各位 第一個 如果你以後 假如說你在外面 你想要連到自己的電腦的話 你可以利用 有一個叫什麼 Remote Disk 這個叫遠端桌面 然後你可以連到你自己的電腦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 再來的話請各位 試著 假如說你 沒有開通你的頻道的話 那請各位 試著開通一下你的頻道 然後 並且 可以在這上面 可以在 加 試著把影片傳上去看看 這個第1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他的YouTube的相關 功能說明 那有些 我想大部分同學都已經 對這個不陌生 所以我們就抓一些我覺得 最近會比較常用到的功能 那我已經有把一些 相關的 資料 放在我雲端上面 我第1堂課有跟各位講的 那個網址 gg.gg cloud cloud toapp gg.gg cloud toapp 裡面的話 我有把它再分割一下 分成就是雲端應用 YouTube相關 所以請各位待會打開YouTube相關好了 工具程式上面 我也把它分 分成五個類別 比如說怎麼下載YouTube影片 其實我比較常用是用這個 叫做 4K Video Downloader 4K video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 這個還蠻好用的 4K video Downloader 或者你們可以搜尋一下叫4K video Downloader 這邊也有免安裝的 這邊有下載 我把它Download 這個是它官網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之後安裝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也先 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好吧 afflux 發了 發了